大家好,最近电视剧《亲爱的热爱的》正在火热播出中,这部剧由杨子李线回天领衔主演。 在最新的剧情中,我们已经了解到杨子饰演的童年为了追李线饰演的韩商妍,竟然一路追到了比赛现场。 比赛结束后,韩商妍把童年一块带走了,在办公室里两人解开了误会,韩商妍知道了原来童年是为了自己而来的。 他明白了童年的心意后,没有贸然接受或拒绝,但是他的队员们已经在心里认定童年就是他们的大嫂了。 他们还经常邀请童年参观他们的训练场地,慢慢地童年和这帮队员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。 一天童年坐着韩商妍的车回来,他偷偷看着身旁帅气的脸,韩商妍转头问童年,他长得很帅吗,为什么一直看他? 童年小鸡肿迷式地点头,说他确实很帅,他又不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他。 韩商妍听完之后露出了自己的笑容,童年一瞬间静看吃了,拥抱着韩商妍吻了上去。 到了训练场之后,战队的队员们已经在等着他们了,车窗被摇下来,队员们被里面的景象惊呆了,纷纷背着韩商妍回头偷笑,议论大嫂真猛,老大以后有福气了。 好了,今天就说到这里喜欢的话记得关注转发哦,我们下期再见。